菊豆走到天青身边 不停地挑逗她 说完就按时性地转身去楼上等她 可胆小的天青刚想上楼 又害怕地退缩了 到了晚上 为了防止菊豆会对自己霸王运上弓 她更是从里面反锁了门 但菊豆可等不了了 第二天她也不拐弯抹角了 天青听到这终于忍不住了 随着红色的染布掉落水里 沈殖的关系不再清白 他们总是趁老杨不在的时候办事 所以没过多久 菊豆就怀孕了 而老杨野天真的以为这就是她的孩子 一个大九福 一个代半的大九福 菊豆生了个代半的 这可把老杨给高兴坏了 天青也躲在角落里偷着乐 杨氏家族聚到一起给孩子起名字 可笑的是 孩子和天青同一辈 叫杨天白 天青天白 寓意着做人做事清清白白 这天老杨牵着旅外出